主席 周星期org 9 嗨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又來到我們喬好屋的單元了 我特別邀請到全亞洲市占率第一的除甲拳廠商 因為在我的暗場 其實一開始跟屋主溝通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建議 真的有預算 一定要把除甲醛這個工程 涵蓋在裡面 因為它跟我們的居住環境品質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今天來到我們現場的是 廟建除甲醛的小米 總監送你見面禮 來就來了 幹嘛這麼 但是這個鳳梨可不可以選一下 因為這個感覺沒有 祝你往後來 怎麼那麼好累 來 來 來不要客氣 來再來 但你送的東西都蠻奇怪的 很少人會來第一次拜訪 要送這些東西 這是 因為我今天就是來幫大家破解迷思的 這個是我之前聽過的都市傳說嗎 沒錯 好 那這個是小道具就對了 我們先放旁邊好了 我們先放旁邊 但是我們今天要特別 不像其他的要講假拳 要講那個太學術性的東西 太原理的東西 我們就直接破題 我直接就先問了 我的客戶最常問我們的 就是我為什麼要除假拳 假拳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 因為其實假拳它是一級致癌物 然後假拳它其實是24小時都溢散到空氣中的 像它其實它來源無所不在 像連我們現在身上穿的衣服 它其實都含有假拳 我們的衣服也有假拳 對啊 就各位觀眾朋友發現說 以前小時候媽媽都說 買新衣服一定要先洗過才可以穿 不然皮膚不會癢啊長疹子什麼的 因為其實在製作那種皮革啊布料類的製品 它會為了顏色的維持或者是柔軟度的穩定劑 他們其實會添加很多化學的材料 那其中裡面有一個成分就是假拳的成分 如果像你這樣講衣服也有 還有什麼我們比較想像不到的 但是它真的也有假拳大家不知道了 第五是什麼 那就是你家 家裡一定會有就對了 剛裝潢好的新家 那我家沒裝潢啊我為什麼要除假拳 你一定每天睡在床墊上吧 床墊有當然啊誰睡地板的 那你們知道床墊有假拳嗎 床墊也有假拳 對像我們現在這樣遇到就是那種 乳膠床墊 那乳膠它製造的過程中 它其實也會產生假拳的異散 所以我們常常遇到很多業主 他就是如果夫妻一個是側睡習慣的 他是側邊會起疹子 因為床墊有假拳 側睡吸的比較近一點 真小啊 不是因為你的皮膚是直接接觸到上 然後有些體質比較敏感的 不是說每個人都會 只是體質敏感的業主 他可能做到新的家具上 沙發床墊 接觸到的皮膚的位置就會容易起疹子 那我知道啊 有很多人他們都喜歡上網買那個家具 所以那個品質都沒有辦法保證 也不能說品質沒辦法保證 但是因為總經理你們提供的建材 都是E1 F1的等級嘛 對 可是像家具它其實不像那種木板材樣 它有假拳易散量的測試報告 對啊 他正在買家具 是買家具哪有人給你報告 買家具就是看對價格 尺寸 我們的所有的客戶都是去看 尺寸對的就買啦 行好看就買 價錢對的就買 沒有人會去叫那個廠商提供什麼報告 那我們公司自己其實常常接到很多業主 他們都是買淘寶的家具 哦 那個更危險對吧 因為相對其實味道也比較重 然後甲醛含量也比較容易超標 好 所以不管你是上網買 買淘寶還是訂製家具 我覺得它一定都含有假拳 多跟少而已 對 第三個客戶常常問我的 就是我知道有假拳啊 但是我有放那個說Online啊 啊 我有把那個就是買那個植物來放啊 好買植物來放 所以這些應該都可以進化空氣 所以我不怕啊 那我幹嘛還要塗假拳 對 這其實就是迷思 我們真的遇到很多業主 他真的會買這個Online 嗯 就擺一顆在他的衣櫃裡 或者是他會切開來 嗯 一盤一盤的 發現他家常說鳳臉香 可以蓋掉那個味道 就可以出假拳 嗯 常常到最後就是滿物質的果蠅 哎呀 對 對對對 這Online 果蠅對啊 對 然後放久了 會出水臭酸掉 嗯 那個假拳的刺鼻物真的蓋掉了 都是水果香啊 我 哈哈 所以他本來就沒有用啊 完全沒有效 大家不要浪費食物 我自己有想過一件事情 以前客戶也有放Online啊 那我就想說 他可以吸假拳嗎 如果可以吸的話 最後把它切來吃 那那個 裡面不都假拳Online 沒辦法 完全不行 都市傳說一 不行 完全不行喔 那這個咧植物咧 再來植物 對 植物確實有淨化空氣的效果 嗯 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它的量 嗯 我們去森林吸收芬多基 那個樹木的量 很多啊 跟我在家種了一盆 這個效果其實是優先的 所以如果你的空間 15坪20坪 你放一兩盆基本上也沒什麼用 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 像我們公司就常常接到 有些業主的案例是 他們想說 我家剛裝潢完進去 我有點不舒服 嗯 他會開始上網搜尋 裝潢不舒服 嗯 就會跑出甲犬甲犬甲犬 然後他去查 那如何出甲犬 對 就可以說 你可以種植物 種植物 讓植物吸收甲犬 嗯 所以他就索性在他主臥 買了50坪釣籃 沒有走路的空間 他想說他先讓植物去吸收 嗯 但是其實 甲犬的釋放期 這邊跟大家講一個正確觀念 它的釋放期是3到15年 嗯 那你的釣籃 要放 3到15年 3到15年 而且要50坪 那其實這沒有太大的效果 同時也要考慮到說 你家的甲犬濃度含量 甲犬含量 濃度高的話 你反而會加速植物的死亡 像我們有時候很多街邊店 裝潢丸 不是都會送花欄嗎 對啊開幕的那個啊 慶祝 嗯 但是就會發現那種花欄 怎麼常常就是可能 一兩個月就 哭掉了 對啊 不是 它不是正常的嗎 它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街邊店跟一般住家 使用的建材 可能 哦 對啦 如果我們用住家的 說實在話 會 真的會比較超綠建材 或就是健康的去應用 但是如果是街邊店租的那種 建材基本上堪用就可以了 所以那個建材都不是那麼好 那 相對甲犬濃度高 其實就是加速植物的死亡 所以第二個都市傳說 放植物也是 無效 不對的 那而且你要放到一定的量 才有那個效果 但是基本上這是不可行的 嗯好 還有一個我們很常遇到的 咖啡渣 但是效果跟鳳梨一樣 業主會以咖啡香蓋過它 刺鼻的感受 那是一種錯覺就對了 會有咖啡的香味 你以為它把臭味吸附掉 其實它只是把它蓋過去 那甲犬還是存在的 還是存在的 遇到業主 它就是櫃子 一袋一袋的咖啡渣 放在每一個地方 真的假的 然後最後準備入住的時候 反而很麻煩 如果咖啡渣不小心打翻了 因為整個櫃子都黑掉了 所以 杜四傳說大部分 我聽到的也是這兩三個 所以提供給大家 還有 客戶最常會問我的 就是 我把他這個甲犬的壞處 跟他講完之後 他說我知道啊 我知道甲犬不好 但問題是我住這麼久了 也活得好好的啊 所以 我不需要嘛 真的真的這樣嗎 其實 因為甲犬它其實是世界衛生組織公告的 一級致癌物 一級致癌物 有些人的體質可能是一接觸 馬上就有不舒服的反應 比如說 頭暈啊想吐咳嗽 但有些人呢 他是 可能過了幾年之後 他才開始慢慢覺得說 他身體有點變化 就像抽菸 香菸它其實也是一級致癌物 香菸也是一級的 對 所以他同等級的耶 那你是偶爾抽菸 然後可能幾年後 你可能會有離癌的風險 對啊 抽菸不會每分每秒抽嗎 對 可是甲犬不一樣 因為甲犬它是液散到空氣中 那我們幾乎 每分每秒在吸 都在呼吸 喔 如果抽菸二三十年 如果你有致癌的風險 那如果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可能五年十年 就可能會有致癌的風險 那如果你又抽菸 然後又 你又抽菸 又在這個空間 哇 雙重傷害耶 為了健康 少抽菸 多出甲犬 那你剛才說 吸了甲犬之後 可能會導致你頭暈 可是 頭暈也還好啊 你說壽命 減少 我好像也沒什麼感覺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啊 所以它會不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 會導致的後果 其實甲犬對人體的危害 我們從最輕的到重的 它可能有些只是頭暈啊 想吐 咳嗽 然後嚴重一點可能它在過敏變嚴重 或者是哮喘 那再來它其實也有可能 致癌或者是不孕的風險存在 對我知道對女孩子非常的 傷害非常的大 對 那因為其實我們甲犬的高 高風險族群 有四大類別 四大類 一個就是寵物 小孩 老人 長輩 孕婦 那幾乎全重啦 對 但是因為主要 為什麼跟 比如說寵物 為什麼有影響 因為其實甲犬它本身的特性 它比空氣重 它飄在40公分到60公分這個區間 它比空氣重 所以它會散步在離地起來 40到60公分這個高度 對 然後剛好這個高度就是寵物 小朋友 還有長者比較長活動範圍 因為有些長輩可能坐在輪椅上 對啊 我可以跟 舊局總監你分享一個 好 很特別的案例 就是在我們最近街道 他家裝潢完了 然後他帶他的狗狗去看新家 結果他狗在玄關上就暈了 他就馬上衝那個獸衣啊 他就很緊張說我剛剛去我新家 剛裝潢完 然後我的狗就在我新家暈倒 獸衣很直覺性的判斷直接說 這其實可能跟你家裝潢的 假權衣衣上有關 那他假權很重是不是 後來他有找你們去處理 我沒有檢測 檢測 檢測結果怎麼樣 呃 數值0.35 0.35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0.35 零點幾 那應該沒有很多啊 呃 台灣的法規 行政院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有規定假權的標準是 0.08ppm 低於才算是安全值 0.08ppm 對 所以他剛才是0.35 4倍 對4到5倍 然後還有很大的重點其實是 呃 假權他會因為天氣的狀況 如果我今天天氣越熱 他的假權液晒量會越高 那我如果相對我可能冬天去檢測 我們比較常見到啦 是0.15ppm 到0.25ppm之間 嗯 那我們那時候幫那個業主檢測的時候 溫度其實不到20ppm 是很冷的狀況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他到了夏天 更悶熱的時候 他其實不只0.35ppm 對他數值可能就會往上升 可是超過0.08ppm 應該就開始有味道對不對 呃 其實有時候味道不代表假權 味道不代表假權 嗯 剛剛那個案例他進去 他的裝潢味其實沒有 因為假權本身是 無色但具有刺激性 嗯 所以我們才會說你進去 你有覺得不舒服 那可能就是假權 因為我一直以為 進去如果有很臭很臭的味道 應該就是假權在散發 可是 他並不代表 就是沒有味道 不代表沒有假權 可是有味道一定有假權 對吧 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機率相對高 哦 那我要怎麼知道 我家有沒有超標 那就是可以靠我們檢測儀器 去做精準的檢測 我們是用這個 英國的PPM的檢測儀器 嗯 他其實是 現在就是SGS還有環保局 他們都是用這一款 嗯 除了這樣子的話 我們其實每一場暗場 我們都是會 機台先進行校正 然後再去現場檢測 就像你們來我們暗場做 你會先檢測 然後之後試做完才知道 效果有沒有落差嘛 對不對 那你們這樣檢測一次 大概多少錢 我們檢測一次的話 收費是2000元 收費方式是2000 對 那坪數大小有差別嗎 沒有差別 20坪的話 你們檢測也是2000 2000 然後40坪也是 2000 所以400坪也2000 總結你做到400坪 那我就發財了 哦400坪 既然今天來到我們喬好物的單元 對 勢必要對這個頻道有點貢獻 對這個社會有貢獻 嗯 所以這個部分這樣好不好 好我們就開放 我有點害怕 昨天你要說什麼 我們不要收檢測費了 免費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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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然這樣啊 免費檢測 那我們限名額好了 對 名額多少 好就100個啦 好啊 沒問題 填下方的資訊表單 然後你就可以跟他們約時間 然後去做檢測 那我覺得就是 有啦 設計師你講我都知道啦 偶爾去大賣場買那個 出甲犬的噴霧啦 還有一些出甲犬的材料 這個我都有做啦 你放心啦 啊這樣是對的嗎 總經理說到這個 我今天也有準備道具 這個是材質 對 這個是沙發的材質吧 皮的 這個是貓抓布的 這個是現在沙發的主流啦 然後這個是壁紙的材質 所以你要怎麼做測試 這是很多業主都會去賣場 出甲犬的那種噴霧嗎 對噴霧 這個很多啊 這種很多 但其實它其實算是短效性的 那你如果噴這個 它只是先分解 已經液散出來的游離甲犬 對 並不是根治它 所以變成說如果業主你有買這個的話 它確實有效 只是你必須定期的都去噴一下 定期喔 啊我家櫃子怎麼那麼多怎麼噴 就可能你每個月要噴一下噴一下 蛤 這麼麻煩喔 因為甲犬20小時釋放 你如果沒有除甲犬 你還是就是繼續 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是比較乳白色的 對 所以他們的裡面的那個原料都不一樣 是不是 對 這個就比較淡黃色 淡黃色 然後我們家完全透明無色無味 那變成說像這些常見的建材 它如果用到這種乳白色或淡黃色的 可能會對於皮革布料會藍色 喔 或者是我們很常遇到就是這種白牆 白牆這個噴上去一定會吃色吧 對 通常就是會藍色 那我們可以測試看看 好啊你測試看看 我看一下 那你看就馬上白色的 我噴完我還要踩 對 那我這是比較近距離的嘛 然後換另外一個 有看得出來一點黃黃的嗎 有啊 這邊有點黃黃的啊 你看 這邊有點黃黃的 有看得出來 透明的 透明的嘛 然後沒有味道 所以這個有味道嗎 聞一杯一杯的 有 有味道耶 這有味道 而且不好聞 這個太太 這我覺得太油膩太噁了啦 這個在沙發上面誰受不了啊 正式施工的時候一定是有一點距離 只是這是模擬一般屋主 一定都是靠近去噴 嗯 所以它的效果其實是短暫的 然後我又要每個月持續的去做它 對 然後還有可能破壞我的室內的裝潢 或是一些買的家具 它可能會吃色上去 對 因為你的甲醛是3到15年 釋放的時間 所以我必須3到15年都要做這次 然後把自己搞得累 不會 要是我不會選這個 對 所以 這個坊間賣的 基本上 你要考慮清楚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效果 有 可是它很短暫 而且 你家 萬一40瓶 你光花一整天做這個事 你就飽了 對 定期要去噴 對啊 平常都懶得清潔 你光每個月做這個事 誰時候聊 到時候 你們施作也是拿你們的噴霧這樣噴枕間 是不是 我們工作非常細 我們需要做五天的施工 五天喔 對 五天 為什麼要五天 因為我們主要我們公司是強調是一次性施工 就讓甲醛根治 對 所以我們主要的工法是著重在於說 我們會把建材本質的甲醛提前讓它釋放分解 我們施工的範圍其實是全市裝修完 你家具都進場了 我們連同你家裡的所有家具一起施作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因為我跟他們配合過很多次 不是做完裝潢之後再請他們出價權 那你等於出一半 因為你後面剛才提過你後面買的家具也會有 對 所以反而是你全部東西都進來了 再請他們給他們五個工作天的時間 我覺得這樣子出才是最有效率的 對 不過我蠻好奇的 你一直說這裡無色無味 對這裡原料到底是什麼 我該不會只有水而已吧 沒有 我們家這款原物料呢 它主要的成分其實是葡萄糖 葡萄糖 所以它原物料也本身也口服無毒 我們都有口服無毒的測試報告 真的喔 所以就是說對小朋友什麼 寵物也比較不會萬一手去碰到 完全沒關係 母嬰安全的 喔這樣很好耶 對像因為其實這個牌子啊 Grafton這個品牌 它是在日本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了 日本原料的 嗯 然後我們公司取得它的獨家代理 全台灣只有我們家有 然後我今天有帶我們整個原裝進口 直接運來台灣 高激活 然後現在可以現場開箱給你們聞看 我們常常到暗場就是這樣子 直接一箱過去 你說到了暗場要試做就是這樣一箱 對就是證明我們是原汁原味 你看直接原廠的它就跟這個小樣一樣 完全是透明的 那我們今天除完甲醛後 然後你不用擔心說還需不需要再第二次清潔 就是都不用了啦 直接入住 呼吸新鮮的空氣 好真的方便多了 對 這個東西我們再了解清楚一點 你看說是以美瓶做計價 對 然後美瓶收費是2500未稅 我覺得以健康的換算來說 這非常的划算耶 可是你今天又到我們喬好物了 你還要CAN我 沒有我是說 除了免費檢測 我覺得那100個名額是非常的相挺 但是我說這個金額 因為我知道你們原料是日本來的 工班師傅也是公司團隊 我說真的耶 做五天 對工錢很貴 現在每一天大概工錢 平均來說是3000到4000 因為看你是什麼工種 那如果你瓶數大一點 你不可能只有一個人嗎 不可能 對 我們每個案場最少 以小坪數來說15坪 至少都會有兩個師傅 那我坪數越大 我的工程師會更多 然後後續三年保固 好那不要 但我們做賠錢的生意 如果說每一坪 如果是我們頻道的觀眾 一樣是填表單 就2200未稅 這還好啦 2200 你有名額限制嗎 這有名額 20個 就是20個填表單的 前面啊你有確定要施作的話 2200 因為我知道他們家其實是不二價 但是 但是說真的 這個東西我真心的想要推薦給大家 因為你錢花的越多 結果你那個居住的環境越糟 越毒 那這樣子你花錢的意義就沒有啦 我花錢是要得到更好的居住品質嘛 所以就2200啦 2200 那我們有限額20位 你要不要乾脆限額更多一點 可以限額更多一點嗎 不然就直接50位啊 50位喔 這是他說的 那不是我說的 董事長 你都CAM這些了 50位 我剛才在想說 對啦20位有點少 就50個 好現在名額大幅的增加了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大家一定要去考慮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非常開心邀請到 妙劍除甲醛的小米 來幫我們做非常精闢的講解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要幫我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優妮科設計的Georg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有沒有用噴的 你用倒的 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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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怎麼用倒的 是不是甲醛吸多的會影響 對嗎 因為你那邊有噴的不用 然後你一定要這樣倒 我也 不好意思 甲醛吸多的也有可能這種 我很懷疑 我嚴重的懷疑 應該是啦 謝謝